日本首相安培晉三星期一在夏威夷的幾個紀念公園競獻化圈 星期二他將會與美國總統奧巴馬一起到珍珠港 悼念1941年日本發動突然襲擊而犧牲的2,000多名美國軍人 安培將會成為第一位參觀珍珠港紀念館的日本首相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飛機襲擊了美軍珍珠港艦隊 2,500多名美國軍人喪生 推動了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安培離開日本之前曾經對媒體表示 決不能忘記戰爭的創相 他將會與奧巴馬總統一同告訴全世界 這個對未來的承諾以及和解的價值 安培星期一在騰香山的太平洋國家紀念公務競獻花圈 在該處埋葬了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軍人遺骸 他還將會到附近的愛媛苑紀念墓地競獻花圈 2001年美國潛艇撞尋日本愛媛苑號 船隻導致9名日本人喪傷 包括4名學生 紀念公務競獻花圈 感谢观看